这妈年纪大了 身体总是不好 三斤两头就生病 我在给妈吃病的钱 她花光了 哥也不知道有没有钱 算了 我去她家看看吧 早上应该也在家吧 早上应该也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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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嫂子 嫂子 小亮 我哥在家吗 你哥不在家 没在家 那我哥去哪了 你哥上班去了 你找他有事吗 嫂子啊 是这样的 小妈她不是生病了吗 我为了给她治病 我手上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我想看看我哥手里有没有钱 我想找他借你钱 钱啊 我家也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我前两天听哥说 你们打算买他房的 那个房子的事 你们可以先还一下吗 这妈的身体重要啊 那个我也做不了主啊 只能等你哥回来 我们再商量商量 这妈的病情还挺严重的 医生说不能再拖了 小亮 你说的这个事我也知道了 你看这也开到饭点了啊 我饭都做好了 没有做你的饭 要不你先回去吧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这妈一个人在家 也没人照顾 我就先走了 你走吧 姿姿 这叫王啊 嗯 今天在来什么呀 哦 今天小丽来了 小丽来了 那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们 没事 就正好路过这 过来看看 哦 那就好 没什么事就行 下次小丽要是来的话 你给我打个电话 跟我说一声 我也好久没见过咱们的病了 该见见她了 好 等下次来的时候我给你说 行 对了 姿姿你看我这刚回来也没吃饭 等我们吃饭去吧 行走吧 怎么办啊 这妈的病不能再脱了 只要是再脱的话 就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不行 不行 我还是再去她家一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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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哥 你们在家吗 小丽啊 你怎么又来了 嫂子 还是上一次的事情 医生说咱妈这病不能再脱了 如果再脱的话 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你看你跟我哥商量的怎么样了呀 你又说这个事 我们家没钱 我跟你哥也商量了 你哥说了 我们把房子的钱交了 现在家里没钱 嫂子 我哥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我不相信 真是这样说的 嫂子 你肯定是在骗我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小丽 嫂子 我知道了 我回去了 今天公司的事走算忙完了 提前下班了 哎 小丽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 我就昨天下班 听你嫂子提起过 你来我家看看我 但是我没在家 你今天又来了 这怎么就这么跟哥说话 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假不知道 小丽你说啊 我到底该知道什么 嫂子 嫂子没跟你说嘛 咋妈病了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她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啊 咱妈都病了好久了 我为了给咱妈治病 发光了我自己所有的机器 我原本想找你跟嫂子借点钱 这样啊 小丽 还说什么借啊 那也是我妈 这钱我应该出 走 你跟我回家一趟 找你嫂子理论一下 有什么好理论的 没什么好说的 嫂子还是那样说了 走走走 跟我回去一趟 芝芝 你跟我出来 什么事啊 咱妹昨天是不是来我们家了 来啊 那你现在说清楚 咱妹昨天过来 到底什么事 小丽昨天是来找我借钱了 然后家里没钱 我就没借 就这事 那我再问你 她是为什么找我们借钱 我妈生病了 在医院里 等钱做手术呢 你说你没钱 我问你 我这么多年 在外面经历股证的钱 你放哪了 那不是用来买房子的吗 那钱不能动啊 买房子 是买房子重要 还是我妈重要啊 那我不管 这房子啊 我必须买 还买房子 我告诉你 这个钱必须拿来 这是我妈 房子才不买 我妈只有一个 我不拿 我再给你几机会 去还是不去 不去 不去 行啊 那我自己去拿 你别后悔 小丽 你跟你哥说什么了 嫂子 我就是实话实说了 肯定说我坏发了 说什么呢 实实 妹妹过来 就是找我这人钱给妈看病的 还说你坏话 因为都像你一样啊 妹妹 为查你的钱呢 本来是我们这里买房子的钱 有二十多万 你先拿去给妈做手术 不够的话 给她想办法 妹 咱妈现在怎么样了 你去看看吧 行走 你自己在家好好反省吧 小丽我们走 哎小剑 我自己在家做了什么事啊 怕连小剑就跟我离婚 不行 小剑跟我离婚那怎么办 我得去医院跟他们到位庆 小剑 你回来了 那个嫂子呢 我肚子饿了 嫂子怎么没回来 你嫂子 怀孕了 我娘娘住几天 嫂子怀孕了 那太好了呀 那嫂子怀孕了 她也不用回娘家 就在家里住了就好了 没事 她怀孕了 去娘家 还有她妈照顾 方便一点 好吧 对了小丽 你最近 怎么能跟你找工作了呀 哎呀 我都找了两年的工作了 也没找到合适的 我现在也懒得去找 可是你一个高材生 天天待在家里 也不是个办法 哎呀哥 你以为我不想找啊 现在想找个合适的工作 多难啊 小丽啊 这工作适不适合 就去查社才知道 你现在连事都不是 你怎么知道 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呢 那你找工作 可有点困难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嫌我天天住在你家 吃你的喝你的 现在想赶我走的是吧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天天活在家里 以后找对象也不好找啊 要不你回去看看爸妈也行 他们挺想你的 行了行了 你别说了 是在你家住了两年 你要是嫌我烦 我就搬我 我就跟我爸妈住 我就当哥哥 他说不得你了 不是你说的吗 有空男就来找你 这怎么时间长了 这兄妹俩还不如外人呢 先不跟你说了 先不跟你说了 喂老婆 怎么样了 你跟你妹妹谈了没有 老婆我等会跟你说 哼 我就知道 你也说不出什么来 像你们这种 从大学里面出来的 什么都不会 又好奇了 做 怎么可能会愿意去工作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 我不敢点她走吧 毕竟她还是我亲妹妹 要不 我们暂时先不要孩子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条件 孩子生出来的话 哪两天都成问题 你看等几年 我们今天条件好了再要 你看行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那么结婚五年了 一直没要孩子 现在孩子来了 你还让我放弃 就因为你妹妹 在你的心里 到底是我和孩子重要 还是你的妹妹重要 我不管了 孩子我要病了 你要是我让你妹子 那我就带你孩子 永远都不回来了 喂老婆 老婆 小丽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坐 小丽 小丽 你怎么来了 快进来坐 哥 这么长时间都没见 你这是去哪儿了 今天晚上再来吃饭吧 不了 哥 你现在跟嫂子还有联系吗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对不起哥 要不是当年我住在这里 也不会惹得你跟嫂子离婚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 别提了 哦 哦 对了哥 我这张卡里面呢 有两万块钱 是我这一年工作赚的 以后 就让我来好好照顾你吧 这个钱我不能要 再说你还得找对象 哥自己有工作 可以赚钱 这个钱啊 你要是自己留着吧 哥 我这个钱 你去收下吧 哥 你跟嫂子还能复合吗 不可能的 别提了 那 我陪你回家看看爸妈吧 行 那走吧